《小小子》 《小小子》 《小子》 冯瓶 冯瓶 你醒了 快来人呐 来人呐 闯下 闯下 快看门 小晨 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他会在病人的房地里 我不知道 我昨天晚上来的时候 还没人呢 不知道她怎么就混进来了 有什么剧情吗 周琪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不要 不要 我不要 方琪 方琪你醒了 方琪 方大小姐请放心 二小姐没什么大碍 只是受到了姐的惊吓 这位小姐 我想你有必要去警察局一趟 好好解释一下 为什么 你会在我病人的房间里 小全 报警 等等 周锦是我们家的朋友 他绝对不会害方琪的 我刚才也是听到他的求救声 才跑进来的 如果他真的要害方琪 他就会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何必把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呢 既然大小姐做宝 那我就不再追究了 小辰 把东西收拾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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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周锦吗 只是到哪儿都有你啊 里面什么情况 跟你哥们儿姐们说说 总不能一个人堵食吧 之前 谁说方琪重病未醒啊 根本就是瞎说 人家好着呢 真的假的呀 我亲眼看见的还能有假 不过 以后会不会有问题 这可就说不清了 那这会儿是谁在里面陪着她呀 当然 是方大小姐了 方大小姐啊 这方大小姐怎么会那么好啊 你不是说去医院要陪方琪的吗 怎么回来了 你开着门不就等我回来吗 方大小姐 我先放过去 怎么了 方大小姐她真的疯了 她是真的疯了 她不肯放过方琪 之前她是没有意识到 方琪会成为她的罪手 可是股东大会上那篇新闻 彻底地打碎了她登记的计划 她现在就像一只金弓之鸟 她害怕方琪醒来 会破坏她的计划 好了 我们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听我说 我们没有错 就算是方琪醒来 知道这个计划是我们的 她也一定会尽自己的一份力的 来 别着急 坐下来闷着说 你离开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情况 原本我再给方琪念识 念着念着我就睡着了 在梦里我就听见林格的声音 她让我赶快醒过来 醒过来 我觉得一定是林格有心灵感应 她知道方琪有危险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她的书页管里 被注射了东西 所以你一着急 就暴露了 我就叫来了医护人员 指责他们看护不力 后来是放入肢体 我觉得我为他们才让我走的 出了医院们过都是记者 我就告诉他们 方琪醒过来了 她现在很好 有她的大姐方若智在守护着她 我觉得这样 我都或少可以帮到她 你是对的 按照这样的行事来的话 就不用替方琪担心了 一来 医院刚出了这件事情 她们会拿百分之一百二十的精力 去照顾方琪 方若智没有机会下手 二来 如果方琪真的出事了的话 那门口的记者 肯定就知道是方若智干的 真的吗 当然了 她现在 可是没有人给她点备了 相信我 就算她要动手的话 也不会是警察 那就好 早点回去休息吧 别的事啊 明天再说 对了 我忘记告诉你 方琪她已经醒了 醒了 但是好像什么都不记得 还是很害怕的样子 她什么时候醒的 我不知道 我醒来的时候 她已经睁开眼睛了 糟了 如果方琪醒过来 看到她第一个人 是她前一世中最害怕的人 那么她刚浮出水面的那些记忆 会不会再次被审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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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妈 有姐姐在这儿呢 不管你想起什么 你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 如果你敢说出去 你就会跟他们一样 听明白了吗 来来 沈家二小姐接管封城集团 号外号外 看报了 看报了 来来 沈家二小姐接管封城集团 号外号外 沈家二小姐接管封城集团 你看 沈家又出新闻了 换接班人了 是啊 真的假的 不知道啊 你来了 你看看 大新闻哪 沈家要换接班人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只是想帮你 我知道的我也做不了你的 就这样帮我吗 这些话不是我说的 是他们乱写的 你也看到的 那天董事会 要多尴尬要多尴尬 我眼睁睁地等着 我们胜利的一刻 却被一个空穴来风的 假新闻给毁了 我怎么可能坐以待毙呢 是你问我 为什么会出现在方琪的房间 全上海滩的记者 都想知道方琪 到底怎么了 我只是最聪明的那个 所以你只是想去看看 方琪是否真的好了 对啊 你看到了 你为什么不走呢 你明明看到方琪喜欢你 为什么还要留在那儿 因为她是我们的妹妹 就像你会心疼我一样 我也会心疼方琪 从小到大我都没有亲人 长这么大我才好不用认了你 你我身体里都流着爸爸的血 方琪也一样 你现在沈家 不是一直你在照顾她吗 如果出现了那样的情况 看到她书业馆里留着别的东西 你会不叫吗 我 我不信 我也会那样做的 对不起 大姐错怪你了 因为我最近实在是事情太多了 所以 有点乱 大姐 我在想事情已经这样了 不如就让方琪去管方辰吧 你也看到她现在这个样子 不过就是一个傀儡皇帝 到时候不是还是你说了算吗 你太天真了 方琪现在的状况外人不知道 可是董事会 是绝对不会通过的 到时候该怎么办 难道我该眼睁睁地看着方辰 落在别人的手里吗 那该怎么办 好 方辰之一定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她那么聪明 能猜不出来的消息是我们的方辰 依我看啊 干脆就算了 做不到知己知彼 我们就真刀真枪地跟她干了 反正我也不怕 现在的耽误之急 是要让方琪怎么能以一个健康的形象 出现在公众面前 这还不够 是 好了 你也不用装了 我知道你是谁 不过咱俩不是一个爸 你可别指望我跟你有多亲 这几天不会出现 一出现就说那么奇怪的话 什么意思啊 我虽然没有全程跟你们待在一块 但是七七八八的真相 我已经知道得差不多了 我现在不管你们是收集证据也好 还是制造证据 我觉得都比不上一个清醒的方琪 她把她知道的一切说出来 对吗 对啊 我们现在唯一的证人就是方琪了 那照这么说 如果把方柔之逼急了 她可能会杀掉方琪 这也是现在我最担心的问题 你们去忙吧 我来保护方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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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阿 Ox 我来保护方琪 枪啊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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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保护方琪 我来保护方琪 都是你一担心的 優吓 yo 给记者包红包 可不是你的风格 不给他们包红包他们能来吗 我以前不屑用钱来解决事情 但我现在变了 钱能解决的事 为什么还要瞎忙呢 长大了 是长大了 怎么样 最近跟周静还好吗 我们俩挺好的呀 你又不是看不到 你会娶她吗 你说什么 我就知道你不是个靠谱 等等 等等 要打架咱一会儿出去打 好 我又不是看不到 你也会会好吗 好 我不是看不到 我不是看不到 我又不是看不到 我只是看不到 我可以 你会不会 我说我 你会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你看 脸都漆绿了 我 无捋 不虑了 专家里参加我们方程集团的夏季女装新品发布会 好 听说的早就被发成解雇了 怎么代表你 听说 听谁说的 我妈妈 那我可得好好地回去问一问她 其次 我还要感谢我的母亲 沈碧云女士 以及福利店的小朋友 没有你们的帮助 我没有这么快站起来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超级模特 也是我的姐姐 方琪小姐 谢谢她为我完美地演绎了 今年的主打款《爱神》 好 接下来我有请著名作家 也是我的好朋友周景女士 为大家解说《爱神》 很荣幸在这里为你们诠释《爱神》 《爱神》 运用了安静的晴空蓝 配印花和手工刺绣 给大家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 飘逸和空灵感 凸显了女性浪漫 独立 外柔内刚的性格 让女性变得更加轻力优雅 如云朵般绽放 她这是瞎说的吗 谁知道呢 她总是这样 挺呼人的 当然 再繁复的设计 也比不过一件衣服背后 美丽的灵魂 而《爱神》的灵魂 源于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故事中的女主角 深爱着素未谋的事 你给我一片天地 我还你一个世界 我想轻轻地离去 却被你困在了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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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这故事的女主角 方七小姐 一个为爱而生 为爱而活 用爱来诠释 美丽爱神的美丽女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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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好 小姐 上天上午人太多了 人来人往的 都吵了一袋上午了 又来了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是找方琪小姐的 我们家小姐马上要休息了 您请回吧 那请你一定要转告方琪小姐 她一定会等到海峰的 请她千万不要放弃 我们会一直为她祈祷的 好的好的 我会转告的 请回吧 方琪 加油加油啊 小姐 又来一个 你急性发挥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这算不像几张电话 这下你跟方楼知道 就彻底性点了吧 编再多谎话也回不来了 管他呢 我们就不想 要做就做了机制 致命 不出手 原本我们只是想设计一个场合 让方琪的机场人不快亮相 让方琪大方美丽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让大家看到就是方晨的未来 但临上台我突然想 我们为什么不能顺势 把事情弄大呢 让所有人都知道方琪 让方琪成为大家的偶像 成为所有渴望爱情女性的代言人 爱神 这是另一种保护方琪的方法 进去吧 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 就是为爱情做梦的女人 你不要太得意忘心了 现在才要好好地观察她的 也许这就是她前一世的这事 希望一会儿行吧 你看她 每个像幅画一样 调整给她的必须 和老级的一样 只要遇见 终于是 你还不打算醒过来吗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是余珊 你做得很好 余珊 妈 你已经很久没有跨过我了 我知道 你把我丢了的话都收了起来 还做了批主 妈妈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 八 十二 九 二 三 四 头 十二 九 亏 同亏 头盔 没错 就是头盔 我觉得方琪一定是想暗示我们什么 我记得跟方琪一样方柔之也非常地害怕这种被窥视的感觉那可不可以这样说 她曾经也用过这样的方法看到过一些让她害怕的东西从而产生一些很严重的后果 日记本里的外花筒应该也是同样的杠杆吧 我得确认清楚 雨珊 而且不信你 去 有点 好 上去出场了 去吧 去吧 我们还是太不小心了 明知道这样做方秦会有危险 但是我们还是保持绞心的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 我只想看方秦好好的 方秦 方秦姐姐 方秦姐姐 方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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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晕倒了 方秦 方秦 没事 没问题 方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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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去 大姐 你受伤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刚才来医院的时候发现没有警卫 我觉得很奇怪 推开门一看正好看到一个奶奶拿着枕头 压着方秦 赶紧 水 柜 孔 叫她 词 女人 她 你 快 她 对不对 是我们认识的人 别问了 不要问了 好了 不要再问了 我已经问不出什么来 把手里面东西给我 来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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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看一下 是方辰的标志 你看呀 方辰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这是 又怎么了这是 那么多警察 就是啊大白天这么多警察 你说什么事啊 不说快 快走 走 快走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你看 你怎么听到没有 快走 快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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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啊 赵队长 你也看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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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分成两队 一队这里盘查 一队去查其他地方 去把犯罪嫌疑人找出来 别让他把证物销毁或者藏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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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公司最底层的小员工 谁当老板跟他们根本就没关系 怎么可能去杀方琪呢 赵警官 拜托你动点脑子 是不是也应该查一查别人 雨山小姐 我差点忘了 你也是方辰的一员 要不然这样 你给我出个主意 列个清单 该查的 我们一定彻查到底 走 队长 这人没穿制服吗 王琪 这不是雨山的男朋友吗 没事吧 没穿制服 你的制服呢 我 我的制服 我的制服 不 是这样 中午吃饭的时候 同事的汤洒了 见了我一身 我刚换下 就到我的衣柜里面 不行 我给你拿去 衣柜找到了 对 就是这个 这么快就找到了 真的少了 莉莉 这是谁的 在她衣柜里面找到的 来人哪 把她带走 走 你们干吗 走 走 你不是我的 走 你们干吗 走 走 不是我 不是我 你们冤枉了 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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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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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遵远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黄契 她怎么会在方程的办公室里 是我把她招进来的 你什么意思 当初是你求我把她招进方程的 难道你忘了吗 当初是当初 现在是现在 你凭什么动画相识 要是你这么说话的话 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怎么说都是你的道理 你根本就是目的不蠢 你想陷害她 滋补的药等会我配好 让我投递送过来 要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再见 雨珊 你是我的妹妹 所以我一直让着你 可是你别忘了现在我当家 我才是方程的总经理 你呢早就被公司内部除名了 我招谁不招谁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何况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要自己保重才是 你把王妻还成这个样子 你让我怎么保重 你让我怎么保重 雨珊 雨珊冷静一点 你怀孕了 你 你说什么 刚才医生说的 你怀孕了 已经两个多月了 好 难得母亲不在家 大家都不用避讳 留下来吃饭吗 你放心 不管怎么样 她是你孩子的父亲 我会让人好好照顾她 我可以走 我可以帮她 你帮她 我想知道 你帮她 我可以帮她 我帮她 我嫉妒 你帮她 我帮她 那儿 我帮她 你帮她 我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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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道菜拿走 这道菜是太太最爱吃的一道小菜 吩咐每天都要准备的 你哪一只眼睛看到太太在家呢 沈家怎么会有你这么笨的下人 等着妈从医院回来以后 去她那儿接工姐吧 对不起 对不起大小姐 请你不要辞了我 快走吧 等一下 外婆爱吃就留着吧 一会儿让张妈给她送去 还是小夕乖巧笑声 看她外婆没有白疼你 米香 找人给四小姐送点吃的 她现在是两个人饿不起 是 大家都是自己人别客气 用餐吧 那公斤不如从命了 在用餐之前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吃饭一下 这个王琪也真是你 表面看着钟霍老师 想不到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不就是一颗扣子吗 也指挣不了谁 还是柔知姐最后的证词起了作用 你是什么意思 在埋怨我吗 我要是想说 那天晚上你们问我的时候 我就已经说了 我这么藏着掖着 还不都是为了雨山吗 现在大好 人家把东西都搜出来了 我还能说什么 文亮 你是当过警察的 你还不清楚 是 给警方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 是每个人应进的义务 但是 要真实有效的 看来柔知姐已经确定了 王琪就是凶手了 我是亲眼看见的 还会有错吗 王琪不觉得她有那么大的能耐 你们想吧 不同意她跟雨山婚社的人 又不是方琪 她要真动手的话 还应该去隔壁对不对 你说得也对 也许是她走错门了 不好了 不好了 雨山小姐不见了 好 这点是一事 本人王琪 男 二十六岁 方辰集团临时聘请人员 引探幕虚荣勾引沈家四小姐 沈家上下反对 恼羞成怒 催生复仇之心 意图杀害沈家二小姐方琪未遂 综上所述全部属实 化压为证 你呀 还是冤了吧 我冤枉了 我是冤枉的 我冤枉了她发生什么话 你是冤枉的 证据确凿你还想抵赖吗 不是那证据 一颗扣子吗 你干什么 我现在手里有你的一颗扣子 输我信他我死了 是不是你杀了我 给我撞手去打 王琪 我不信我打不死你 我说了不是我 不是我 我是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 我没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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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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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余山小姐 要不要再给你添点茶水 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见她 审犯人是急不来的 更何况她是个杀人犯 杀人犯 方琪姐姐又没死 再说了 一颗扣子就能定罪吗 你们是不是对她用心了 你们要去打成招是不是